哈囉大家好我是魏力 那今天的話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篇就是蠻新的研究 然後我認為這篇研究對蠻多人都會有幫助的 因為很多人常常會在正常的訓練組跟地檢的訓練組當中去做一些取捨 然後大家會想說到底哪一個比較有效 他看有些人都是練這樣子一組一組正常組 有些人他是練地檢組 所以藉由這個研究呢 我就大概跟大家解釋一下他個別的效益 跟好處是什麼 那我先講正常組的部分 所謂的正常組或是我們講傳統的訓練方法 他基本上就是做幾組幾下然後多重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去估算我們的訓練量 那什麼是地檢組呢 地檢組每一個人會有很多不同的操作方法 通常有些人可能會用降百分比的方式 例如說一次降百分之二十 一次降百分之二十然後做到沒力 也有些人是用特定的重量 例如說我可能二頭彎曲本來做二十公斤 然後之後變十七點五公斤 之後變十五公斤 用這種每次地檢二點五公斤的方法 來去做地檢組的訓練 這個研究呢他是這樣子 他讓總共十六個人 總共十六個人 然後指派八個人去做正常的訓練組 然後八個人去做地檢的訓練組 他們分別是怎麼操作 我大概跟各位解釋一下 就是做正常訓練組的人 他們使用的是這個三頭的滑輪下壓這個動作 因為他是單獨刺激我們攻三頭肌的這單關節動作 所以研究當中是以這個動作來做一個研究的指標 好 那在六週裡面的時間呢 正常組的人他們就以十二RM 就是最多只能操作十二下的這種強度 然後來去做訓練 然後做三組 OK 每一組都做到立結 那每一組中間呢我們休息九十秒 OK 這是正常組的部分 那地檢組的話呢 他們使用的強度也是十二RM 完全一模一樣的強度 但是呢他們只做一組 那一組 然後他們會做到立結之後呢 然後降百分之二十的重量 然後再做一組 那他們會降總共降三次就對了 所以會有這兩個 研究顯示是這樣子 在這兩組當中呢 無論是正常組或者是地檢訓練組 這兩組的肌力都有提升 不過呢正常組的這個肌力提升 比較明顯是25.2% 那地檢訓練組的肌力提升是 16.1% 所以這個也呼應到我們很多 那種肌力相關的研究 就是如果各位要提升你的肌力的話 基本上你還是要用比較大的重量 然後來去做操作 但是就肌肉增長的這個效益來說 反而就顛倒了喔 就是地檢組的話 我講地檢組 反而肌肉增長是10% 然後正常組只有5% 雖然說這兩者都沒有到特別的顯著 可是一個是5% 一個是10% 地檢組是10% 然後正常組是5% 地檢組依舊是正常組的兩倍之多 所以也是蠻多的 所以藉由這個研究 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怎麼樣去做運用 那不過這個研究 它也有一些限制 要先跟大家說明 因為這是一個六週的研究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維持一個比較開放的討論的方式的話呢 六週以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做預測 那此外這個動作 這個研究 我們也是使用單關節的動作去訓練我們的三頭肌 來做一個參數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是使用多關節動作的話 然後做地檢訓練 是不是會有一模一樣的效益呢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所以這兩個重點 我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中長期效益不確定 然後第二個是 這是應用在單關節動作上 多關節的效益我並不清楚 最後我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以我的觀點來講 大家可能會想說 那我是要去做正常訓練呢 還是做地檢訓練 事實上 我覺得你們可以不用去二折一 因為正常訓練 它其實對於肌肉量的提升還是有幫助 而且對肌力的提升也是有幫助 那無論你今天想要訓練你的肌力 或是你今天想要訓練肌肥大 事實上在你肌力提升之後 你都可以去對應到更多的訓練量 我相信這樣在中長期下來一定會有幫助 而地檢訓練組呢 現在我們透過研究知道 短期內六週我們做這種地檢訓練組 對於單關節這種小肌肉 它是有幫助的 你也可以安排一個特定的週期 假設你有所謂的最大肌力期 或是肌肥大期 最大肌力期當然我們就是乖乖的去做正常組的訓練 那當我們來到所謂肌肥大期的時候 因為我們透過研究發現說 地檢組可以比較有效的去刺激肌肥大 所以呢 就是你可以在肌肥大週期這段時間呢 去操作地檢組的訓練 那這樣子也會對你想要提升肌肉量 這件事情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把這個研究 應用到你目前的訓練當中 那支持我們超核心的頻道 我們未來會有很多紀錄教練的訓練 還有類似像今天這種研究的相關的分享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麻煩訂閱然後按讚跟分享 OK 謝謝你們